京华风云录 卷二 西院风月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二章 温泉水华 连着两个晚上 女生孟宏都没有在溜冰场上露面 赵泽俊看着高主席那有些尴尬又坐立不安的样子 都替首长急眼了 高总 甭客气了 咱派车去把他拉上 直接送到宾馆得了 焦急归焦急 高岗却不像赵泽俊少年气盛 而沉稳得住 小赵 有句俗话说 心急等不得豆子烂 东北地方三剑宝 大豆人参乌拉草 事上是 欲速则不达咯 这是辩证法 强扭的瓜不甜 这回我们一定不要有半点勉强 对女子我好像越来越认真了 干得太犯 终归不好 若能相对稳定一个时期呢 赵德俊没想到那么多 只是想完成任务 轻声咕弄着 高总 我们也不要一晚一晚的在这里干等 你不是常说 守株待兔 不思进取 最没出息 高岗目光如炬 只有惊艳老道的猎手 才有这种尖锐 冷静 坚定的目光 许多事他也不便对自己的心腹说的 东北局内 早有人为了他高某人干年轻女子的事 向中央写过告状信 中央办公厅里有消息透给了他 他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也没去查处那写告状信的人 想以此当英雄 对不起 还偏不给他机会 中央领导无人提及过他高岗在东北行为不检点的事 除了认知大哥 谁还能动他一指头 就算刘少奇 周恩来们有那个心机 也没那个时机 不会挑起这类鸡毛蒜皮的麻纱来的 高岗说 小赵 你这家伙跟了我十几二十年了 还是有个老毛病 老路数 遇上个目标 就要正面冲锋直取 还没有学会一点迂回作战 侧后包抄 今晚不成 你可以再去找找小胖子 摸摸情况 但要告诉小胖子 他个正工科长 也不要直接出面 不宜显山露水 有青年团组织吗 当天晚上 赵德俊就摸回了情况 报告告总 与生孟宏连续三年申请入团 未获批准 正跟系里的团支部书记闹情绪 那团支部书记是个调干生 贪恋孟宏美貌 暗中苦追两年 可人家孟宏哪里把他个复联级干部放在眼里 公事私事搅在一起 闹得难解难分 孟宏这两个晚上躲在宿舍里哭鼻子 我已经向小胖子交代了 明个晚上一定受益团组织 动员几名女生 把孟宏同学拉到溜兵场上去 小胖子也悄悄跟我提了提 他想见见老首长 高主席眉头上的疙瘩解开了 一时高兴的笑骂开来 操鸡巴蛋 什么多喜 团支部书记都是大个职务 也要以权谋私 算了 别理他 不值得跟他计较 孟宏呢 不错不错 政治上靠拢组织 思想上追求进步 感情上洁身自好 有志气 有出息吗 可就是人家要求入团 申请三年不批准 太过分了 团组织小人当道 院党委官僚主义 你记下了 事情过后 给这里省委打个招呼 医学院党委需加强领导 把小胖子提上去 但这事不能告诉小胖子本人 你只替我传句话 这次就不要来见我了 日后机会多的是 赵德俊领命 临退出书房又问 高总要不要把值班护士传进来 先谢谢伙什么的 高岗挥了挥手 去去去 你没长眼睛啊 这里一大堆文件等着审批 为了萧萧身上的焦躁之气 第二天一早 高岗就让赵德俊通知省军区的几位头头 陪他到长春南郊的星星霞打猎 他提着猎枪在山石间腾跳自如 伸手脚节 一下子把省军区几位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司令员政委甩出去老远 高岗虽然身居高位 却仍是爱运动 爱玩枪打靶 不玩则已 每玩必定满身大汗 痛快淋漓 他打靶很少去靶场 而是打猎打靶一路玩 各类枪支都打得准 举手就扣扳机 几乎看不到他瞄准 他不像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 陈毅他们 率熊兵百万 自己却很少摸枪 毛润之 刘少奇 周恩来他们就更是高高在上不摸枪了 毛润之讲过 枪由下面的人摸 他管着摸枪的人 印象中 贺龙也是喜欢玩枪的 常练把 出手快 打得准 但他不大看得起贺龙 拉杆子出身 除了资格老 战无大战功 正无大政绩 在随远热河一带抗战八年 连只像样的队伍都没拉得起 比副作义差远了 也是毛润之对他贺胡子有戒心 抗战胜利后 把他手下的人马一分为二 一半划归了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 一半划归了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 让他当了光杆司令 这天 高岗的收获是一头张子 一只山羊 都是他亲手命重 下午回到长春关底 吃了朝鲜市烧烤张子肉 泡了个热水澡 呼呼睡了一觉 晚三时 赵德俊报告说 冰场的事都安排妥了 可以见到小貂蝉了 高岗兴致好 食欲望 目光炯炯 印堂放亮 果然 当晚长春医学院兵场上 比平时多了许多女生 一派银铃般的校长生 高岗身着溜冰服 戴着羊绒帽 把眉眼压得滴滴的 领着赵德俊悄悄下场 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 此刻有大人物与民同乐 他们自顾自地溜了两大圈 忽然 场子里响起了音乐 圆舞曲《蓝色多脑盒》 就见几位身着素色服装的女生 簇拥着一位红衣丽人出现在兵场南口 一时场灯大亮 并有一束追光打在那红衣丽人身上 红衣丽人并不怯场 随着圆舞曲 缓缓悠悠 双臂如斥的斜行起来 那柔软的身姿 时而单腿平滑 手臂如水波摆动 时而双足轻点 如仙鹤引颈 时而悬空腾月 如聘露细偶 看台上有人鼓掌 高岗却是吃望着 眼睛都花了 小鸭痒的 绝了 真叫绝了 世上果真有这等女子 正如那句古诗说的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了 赵德俊列取目标亲切 几次欲滑上前去有所动作 都被高岗以眼神制止住了 他要先享眼福 欣赏个够 直到那红衣丽人尽情玩的一刻来钟 场灯按下 乐曲停止 将要离场时分 赵德俊不再等首长示意 便支流一下冲了上去 高岗猫下身子紧紧相随 刹那间 小赵滑到了丽人面前 使出坏招 装着弓身 欲拾起冰面上的什么东西 右腿却大幅度朝外一斜 只听得哀哀一声 就把那红色丽人带倒在地 这时 红色丽人的同伴们早已出场 高岗倒是真的急了 猫腰探臂 把那女人从冰面上一抄 就抄了起来 说 对不起 是刚才那小伙子一个不小心 把你带倒了 受伤没有 有哪疼 红衣立人 花容失色 秀眉紧促 被人当众搂在壁中 他很不舒服 好在长春地方民风淳朴 众人便是看在眼里 也认作出手相助 而不会往坏处想的 他正要求这人将自己放下 忽然眼睛一亮 这个为救助他 而把他搂在了怀里的中年汉子 好面善啊 在哪见过 高岗竟是一脸慈爱的交集 边抱着女子往长边溜去 边说 你脚伤了没有 你很疼 是不是 给你智商要紧 我有一声 女子温香软郁 脸蛋又红又白 警觉地睁着两汪清泉式的眼睛 同志 请放下我吧 我好像认得你的 可又叫不出名字 高岗哪里舍得放下 却也仿佛迟疑了一下 才轻声说 我姓高 从沈阳来的 小声点 小声点 我看还是让我的保健医生 给你做个诊断 女子惊喜参半 演播预留 你是高主席 天哪 高主席 难怪我是在报纸上 书刊上看多了你的照片 怎么会呢 我不是在做梦吧 许多人都想见你 你真的就是高主席 高岗心头一热 双臂紧了紧 却明知顾问 我是高岗 人民的勤务员 你呢 叫什么名字 女子脸上那警觉 一律之色消失了 带之满面娇羞 我 名叫孟红 孟子的孟 彩虹的红 医学院的学生 高主席 把我放下吧 我太沉 不沉 你一点不沉 小孟红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要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孩子 找了很多年 很多年了呢 你不信 高岗以十足真诚的口吻 说出的这句话 小孟红听了很感动 很受用 他飞红了脸蛋 明眸大眼里溢出了泪花 仿佛为了避开那啄啄逼人的目光 他头一歪 脸蛋埋进了那强劲有力的臂膀里 在兵场出口处换鞋时 高岗不得不把小孟红先放下 之后蹲在地上 亲自计题脱下兵鞋 小孟红忍着疼痛 不可以 不可以的 方才把他撞倒的那个愣小子 岁数也不小了 这时在旁说 是我不小心 对不起你 我要等着首长给处分 随首长去验验伤吧 我们首长可会心疼人了 如果要请假 我会给你们学院挂电话 一切不成问题 对于这个动作粗鲁的人 小孟红却没有好气 还说呢 都是你 可我明天上午还有解剖课 下午还有考试呢 高岗又双手一抄 又把小孟红抄在了自己 粗壮的臂弯里 赵德俊大胆咧地跟在后边 笑嘻嘻地说 放心 误不了你功课的 女同学 你也是行了大运呢 不是我撞倒了你 怎么能遇上我们高主席 要在平时 谁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小孟红任由高岗抱着 没有滋生 他浑身都有些哆嗦 怕冷似的蜷缩着 也分不清是因为慌乱 还是出于激动 他仍然处于惶恐惊惧之中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是跟了高主席走 还是要求将他送回学校宿舍 他已经21岁了 正处在青春的成熟期 心理生理都时有躁动 时有渴求 因为读一科 理性上对男女之事 以知之甚详 跟着高主席去咽腿伤 意味着什么 他自小读过不少言情小说 熟知那些帝王将相 和平民美女的浪漫故事 汉武帝和王明飞 唐玄租和杨玉环 宋太祖千里宋京娘 他身子温暖如眠 被高主席抱进了一辆 等候在溜兵场外的黑色大轿车 高主席的轿车 进了一座有军人守卫的大铁门 里面是座大园子 轿车继续绕行了一会儿 来到了一座原住高耸 门廊宽阔的建筑物前 门口铺着红地毯 站岗的军人朝卧车行举手礼 车子并不停下 一直开进内花园北面的一座 灯火通明的洋房暖阁里 还没下车 聪明的孟宏就猜想到了 那原住高耸的大建筑 大约是高主席的随员们办公 值班的地方 而这座精致的洋楼 才是高主席的住处 两位身着白大褂女护士模样的人 来给高主席开车门 高主席已经自个儿下了车 是一女护士先扶持他的小客人 孟宏的左脚脖子 是有一阵阵钻心的疼痛 几乎不能粘地 经过大厅时 他留意到了 墙上挂着两幅大油画像 第一幅他猜出来 是早先的大军阀张作霖 第二幅则是一位胸前满是勋章的苏联元帅 护士把他搀扶到里面的一间客厅里 在一张爆皮长沙发上坐下 替他脱下大衣 挂进壁橱里 又把他受伤的腿 平搁在对面的软椅里 才悄然退下 这房间色调温柔 连四墙上的壁灯都透着淡红的暖色 好舒适的 只听一个女服务员在门道里向谁报告 首长 游泳池的水换好了 水温摄氏38度 含流量5% 是高主席在嘱咐 还是敢用大浴盆吧 我的小客人脚崴了 没法子游 说话间 高主席亲手端着两大杯冒热气的炼乳进来了 先将一杯递在孟宏手里 才陪着坐下 并嘶嘶的喝着 小孟 别客气 先喝了 暖暖身子 我的医生年纪较大 睡得早 如果不是疼得很厉害 就先叫我的护士长给看看 护士长也是从陕北跟了我来的 十多年了 很有经验的 孟宏很感动 高主席这么个大人物 没有一点架子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竟向自己的父兄 他连忙点点头 温顺的像只小羊羔 正说着 先前见过的那位年约三十几岁的女护士 拖着一叠玉姬玉衣进来了 高岗介绍说 来来来 你们二位认识一下 这位是杨护士长 叫杨大姐好了 这位是小孟 叫小妹妹好了 护士长 你先处理一下小孟的脚伤 之后送她去浴室 好 回头见 杨护士长笑笑微微 什么也没问 就把孟宏的伤腿挪到了她自己的膝头上 轻轻按了按已经有些红肿的脚脖子 又一手掐了她小腿上的一处穴位 揉了两揉 未见伤者大喊大叫 仍是什么话都没说 只从浴巾底下抽出一片巴掌大的黑色膏药来 揭去封皮贴了下去 再以防水沙袋扎牢似的 说来也是奇特 孟宏但觉得这高药清凉的着人皮肤似的 她浑身不由的打了个冷劲 但疼痛立刻减去了大半 护士长这才开了口 陕北口音 柔和好听 小妹子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运气 只是崴了脚筋呢 不过也要休息十来天才能下地 来来 我先扶你去洗个澡 宽宽衣 孟宏周身暖和了过来 那杨大姐还真看不出 有力气着呢 一手托着大碟欲襟欲衣 另一手竟是半斜半提了她 出道走廊 进到一间雪白雪亮 热气阴晕的大浴室 孟宏哪里见过这般明亮宽大 仙尘不染的浴室 那可容庶人同浴的浴盆里 翻涌着微波细浪 那水质清澈的发澜 像是从长白山顶上的天池 直接引来的呢 杨大姐给她宽衣解带时 她忽然羞红了脸 杨大姐的双手温存的顺着她 滑腻的肩头乳房 掀腰滑浆下去 她感到一阵晕眩 那双手竟在她两腿间停住了 拨弄着 漫不经心的说 天爷 我是个女人 都要眼馋了 天涉地躁 真是少有 还是个闺女吧 舒服吗 那好那好 来来来 躺下去 躺下去 水温38度 也可以调到40度 合适吧 你会出一身危汗 我再替你拿捏拿捏 看看 还害羞 奶子都发胀了吧 对了 我不耽搁了 这条贴了高药的脚脖子 最好搁在盆沿上 小妹子 先泡会儿 尽量放松 这里最安全 你这手边有个呼鳞 你一碰 我就会回来 小梦红赤身裸体 躺在玉叶穷江般的玉盆里 她已经不慌神了 只是有些痴迷地目送着杨大姐离去 她的双手真奇妙 使自己尝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刺激 她仍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实的 只觉得是在梦幻中 唤醒了浑身火燎般的生命欲望 高主席身着洁白玉衣快步进来时 她还是吓了一跳 差点惊叫起来 她浸泡在轻折如镜 鲜毫避险的玉水里 妈呀 这可怎么好呀 高主席终归是个大男人呀 他闭上眼睛 只好听天由命 高主席呢 倒是很有风度的在玉盆前的白瓷砖地面上盘腿坐了下来 和蔼的说 小梦 没事 没事的 你现在真是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呢 咱这回做君子 说话算话 只看你 不动你好吗 已经到了这地方 这地步 说不定是自己向往已久 期盼已久了的 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过 与其平庸一生 不如灿烂一时 那就任其灿烂一时吧 说不定灿烂也可能长久呢 小梦红胡乱地想到这里 偷偷起开眼角 瞄了一眼这位坐在玉盆前的大人物 这个打声喝浅都能使东北大帝患上感冒的高主席 高主席仍在痴痴地盯住自己 看个不够 看个不够 他那浓眉下的目光里 仿佛并没有疑邪 他那满脸上浅浅的麻点 也不难看 甚至还增添出一股鹦鹉之气 是的 高主席是很鹦鹉 很年轻呢 难怪很多女子 大约也和自己一样 做梦都想到她的身边来 却是不能够呢 孟红躺在温热适度的青波里 第二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不那么害臊了 他忽然间看到 高主席虽是仍在痴痴地盯住自己 眼睛里却像含有几星泪花似的 高主席难受了 我让他难受了 他吓了一跳 不由的想去碰那只船狐铃 他的手却被高主席的手捏住了 高主席的手很烫人 怎么了 我的样子不雅 一时间 小孟红就像头受惊的小鹿 在水里翻动了一下 摇碎一幅精美清澈的裸体图画 高岗仍是盘腿坐着 掏出手帕揉揉眼里 之后晃着手说 别动别动 小孟 刚才我是有些眼睛发辣 自18岁参加革命拉队伍 二十多年在枪炮缝里窜 从没像今天这么软弱过 你知道吗 见到你 我就开始觉得自己软弱 心里又酸又甜 又辣又苦 什么滋味都搅到了一起 我高某本事的粗人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心肠铁硬 毛泽东说过我 要不是有了共产党 我就是条路灵好汉 又一个李自成张献忠式的人物 因为共产党 我才成了陕北红军领袖 可以告诉你 我对自己所看中的女子 很少私闻过 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次见到你 我忽然变了心事 好像已经找了你很多年了 不知你在哪里 才干了那么多混账女子 不不 不是他们混账 要不是共产党 我肯定三妻四妾 我承认 我好江山 也好美色 小孟 我说这些 把你吓着了吧 是我的真心话 你知道吗 你此刻正在使完食点头 粗俗静节 告诉我 是谁给取了这么好的名字 孟宏 孟宏听着高岗这番话 不觉得深受感动 又觉得不可思议 在东北老百姓的心目中 高岗原是革命的化身 是呼风唤雨 叱咤风云的大英雄 是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总司令 不用说 国内外的敌人 则会把他看作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踏着山一样的尸骨 登上宝座的共匪大头目 他怎么可能是现在这样 是个心地坦诚 好色不淫的中年汉子呢 他问我什么来着 他问我的名字 孟宏这名字也好吗 我自己老觉得一般话 是父亲取的名字 说是母亲怀上我的时候 梦到了天上的彩虹 因此还没有出事 就替我取了这名字 其实我在兄妹中排行老三 家里人都喊我三妹的 高主席仍是没个够 没个完的盯住他看 不寻常 太好了 就像那书上说的 由彩虹入怀 怀上了你 三妹 三妹这名字也很好 更亲切 我以后就喊你做三妹 孟三妹 记住 除了你家人 加上我 不许别的人再叫你做三妹 水还热着 来 不要怕 躺着不动 我来给你擦擦身子 实话告诉你吧 我现在的感觉 就像个年长的父兄 要给年幼的妹妹洗身子 我一点邪念没有 毛润之要我读的 那唐诗上怎么说的 温泉水滑洗凝汁 他娘的那是帝王生活 人家可会玩乐受用呢 对对 先擦擦你漏在外边的这条腿 敷上我那特效膏药 不大疼了吧 这药膏有来历 是1945年冬天 我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和林彪一起率延安十万干部出陕北 经内蒙草原 抢占东北 当时叫做背靠苏联 独霸东北 在大草原上一座喇嘛庙里过夜时 我和住持老喇嘛聊天时 那老住持给我看了像 说我脸上有王者气象 就送了我十贴专制跌打的身高 第二天被林彪要去了五贴 后来同行的彭真 陈云他们都想要 我再没给 这次给你用的是最后一贴 我的护士长还不舍得呢 有神效吧 大前年我曾派人去那大草原 寻找那老住持 想接他到沈阳来住 但几千里的大草原上 我派去的人如大海捞针 连那喇嘛庙都没找到 大约毁于战火了 孟宏听得有趣 已经不再胆怯 高主席则俯着他的腿肚脚掌 自顾自说 这脚掌还是放开了的好 叫天族吧 过去咱陕北老家 女子自小缠足 三寸金莲 最是惹男人的邪火 好好好 咱先不说这个 三妹 大的给你擦擦背 什么叫大的 咱老家称父亲做大的 也有的女子 称自己的情人叫大的 小女子喜欢大男人 那是乱着呢 对了 说起这洗身擦背 我本人还有个特别的经历 你知道吗 1935年7月里吧 毛润之 张文天 周恩来 彭德怀 率领中央红军先遣支队 只有一千多号人马 被国民党的大军追到了陕北 很艰难啊 都要无路可走了 准备越过宁夏沙漠 一路到外蒙和苏联国境去 组织流亡政府 那时我们陕北红军加上徐海东的部队 共有近三万人马 刘志丹是司令 我是政委 我说迎接中央红军 闹共产 干革命 还分人多人少 红军不赢红军 还赢谁 先把我们的粮食银员送过去救急 徐海东真是条汉子 毛润之派人问他借五千银元 他把自己的家底子八千银元 统统送上了 令到毛润之他们好感动 咱陕北红军跟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 他们相比 真有天地之别 当时张国焘手下有四万多人 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 夺取党中央领导权 可你知道吗 当时我还没有跟毛润之他们见过面 不知道他们南方汉子咋个长相 不久毛润之带了警卫员来看我 我却不早不晚 害疹子发寒热 起不来床 毛润之够义气 头回见面 就命警卫员打来热水 动手替我擦身子 连着几天都这样 他还一定要替我一天几次的倒便盆 我的警卫员都感动得落泪 偷偷对我说 政委 咱中国只怕日后会是这个湖南老表的天下 我服了毛润之 病好后 我拉着他的手和他结拜了兄弟 你不相信吧 当然现在不能提这个了 我们当时是真拜了天地 喝了鸡血酒 发了誓愿的 有难同当 有苦同吃 有福同享 这是党内机密 很少有人知道的 小三妹啊 我今天给你擦枣 不求男女之欢 只想与你结拜为兄妹 真的 我们结拜个兄妹 这时是小孟红听得脸上桃花带露了 感动不已了 他本是个情种 多愁善感的压抑了多年 满腔的热烈与骚动 开始寻找发泄 他被高主席的双手斧着 早已柔弱无骨 身子都要被化掉了 他忍不住抓住高主席的手 痴迷的说 大大 我也叫你大大 结拜不敢 反正今后 你让干啥都行 好好 三妹三妹 我今天也是齐了呢 这么稳得住 沉得住气 你呀 既来到我的身边 就一切都有我呢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貂蝉 东汉那个美女貂蝉 是我们陕北米之人呢 想起来了 好好 不要叫人 我来抱起你 用着大浴巾捂住 把我小貂蝉捂干 高主席身上的浴衣 早敞开了 温香软郁 小孟红整个身子 蜷缩到他怀里 他的手摘住了两粒 鲜红鲜嫩的樱桃 正在这时 浴室外间门口 忽然传来一名 女服务员的声音 报告首长 北京电话 是毛主席找您 高岗身子一挺 说了声 知道了 我接 便一手仍搂住孟红 一手从那 嵌在墙洞里的 电话机上 取过话筒 我是高岗 是主席吗 你好 主席最近身体怎样 还没有休息 我也还没有啊 什么 刘少奇和华北局 下令山西省委 砍掉二十万个 初级农业社 对 是岂有此理 胆大妄为 太霸道了 他们要干什么 想干什么 主席 不是我信口开河 刘少奇 博一波 刘兰涛这些人进城之后 共产党员的气味 越来越少了 他们根本不想干社会主义 一心要干资本主义 有的人娶了大资本家的 小姐做老婆 屁股也坐到 大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 新秩序 什么保护和发展私有经济 我看统统是放屁 主席 你说的对 他们是倒行逆师 想走回头路 但是主席 我请求你 不要太过生气了 不要伤了身体 我来出面和他们辩论 我高岗提了脑袋跟着你 对对 是不能依了他们那一套 依了他们就是依了大资产阶级 那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 新社会和旧社会就没有区别了 还有主席身边的那个大管家 爱霍悉尼 不是我说的难听 是个老牌机会主义 谁赢了他跟谁 二三十年一贯制 跟主席离心离德 好好好 我不说这么多了 我拥护主席 能讲团结的 还是要尽量团结 我举双手 就是要分阶段 分步骤 有计划的来消灭资产阶级 消灭所有形势的私有制 当然政策和策略可以灵活些 但主攻方向不能变 所以少奇同志批评我东北局 推行集体农庄试点 我就坚决顶了回去 对对 太对了 集体化是农业的唯一出路 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 小孟宏静静的躺在高主席怀里 大气都不敢出 高主席是和毛主席最贴心啊 放下电话 高主席脸泛红光 浑身燥热了起来 把小孟宏像翻玩具似的 一下子翻到了他的正面来 小孟宏以双手抵了抵他毛茸茸的宽厚胸脯 大着胆子问 大大 大大 我想问一句话 小貂蝉 小三妹 你什么都可以问 好好 就跨在我这儿 那我 我就问了 大大 你的夫人呢 啊 三妹 你问这个啊 你知道共产党人不心称夫人 是称爱人 咱陕西地方 喊婆姨 咱有婆姨 受过伤 身体垮了 分房已多年 只剩下个名分 他早就不管我个人的感情生活 这个答复你觉得可以吗 大的 只要他不管人 人也就不会管他 我以后还要返回学校吗 我还没有毕业呢 就看你自己了 我可以让你提前毕业 来做我的保健医生 你的行政组织关系 也可以保留在你们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这样你就天天留在了我身边 大的 可以这样吗 医学院那边会同意吗 小貂蝉 小傻瓜 我叫秘书给学校去个电话 他们就会把你的毕业证书送上来 小事一件 大的 你神通广大 我还有个小意见 你以后不要称我小貂蝉 为什么 貂蝉不好 是啊 三妹是个赛貂蝉咯 才不是呢 才不是呢 我是你的保健医生 不是你的舞女 不可以送人的 老子才舍不得啊 听说你舞跳得不错 小貂蝉哟 还叫还叫 大的呀 如果我算貂蝉 那么谁算王允 谁算吕布 谁算董卓 大的 你想过没有 高岗一时语色 动作却大了起来 的确 他不是王允 也不是吕布 谁是董卓 也没有董卓 小孟红轻声叫起 大的 大的 甭急 甭急啊 不行啊 不行啊 人这还是头一回的 疼呀 大的 你停停 你轻点 疼呀 不迟不早的 偏在这时 浴室外间门口 又有值班护士在报告 首长 首长 沈阳来了电话 请您马上挂回去 是彭总回到了沈阳 一下火车就到了您家里 说有紧急军情 高岗顶不耐烦的回了一句 知道了 你让赵德俊去带我回个电话 问彭总好 报告彭总 今天太晚了 明天一早赶回去见他 说吧 高岗兴气大起 再君子不起了 凶悍毕露 贪产无比 胸膛上的每一粒麻点 都泛出红光 小三妹 小梦梦 心肩肩 咱干了你 今后不再干别人 心肩肩 一心一意 只干你一人 你咬咬牙 过了这头一关 就真成了你的亲大大